光波衣它最特別的地方就是說 它只把不好的光給擋掉 可是把好的光給留下來 我們這邊就有一台光譜儀 這個光源去做個這個測試 然後我們再把這個外套 把它放在這個上面 這樣子一條線就是 全部的光都躺平了 我有光它全擋住的意思 那我只能防曬 我就曬不白了耶 那光波衣最大的特別的特色就是說 它只把那個不好的光 只會先給屏蔽掉 可是把好的光給留下來 好聰明的一件衣服 幫你選好光了 好好的 出去 好的 留下來 那這個光波布料 還有什麼好處啊 首先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外面的防曬外套 它為了要達到防曬的效果 所以會把組織做得很密 那光波衣的話 它是做兩層的 蜂巢式的這種布料 所以它是可以吸水的 其實 對 你看 水就少很多了 水就少很多 對 那一般的防曬外套 是完全不吸水 對 水位完全沒有下降 對 那再過來就是 單向導濕的測試 單向導濕其實也很重要 就是說 如果你穿了這個防曬外套 讓那個汗水一直悶在裡頭 其實你也是穿不住的 對 穿不住的防曬外套 其實你會一直想要脫掉 但你這樣完全沒有達到 防曬的效果 所以這種單向導濕的 這樣子的布料 就可以讓你的汗水排出去 在外面 你身體一直保持乾爽的 這樣子的動態 那這個是一般的防曬外套 它因為悶熱不透氣 所以在太陽底下曬了 十分鐘以後 皮膚溫度會來到四十度 那光波衣因為它很透氣 所以說在太陽底下曬完 十分鐘以後 它只有三十四度 皮膚溫度會差到六度左右 對 那這個是這個熱車象儀 那穿了這個光波衣 它跟一般的防曬外套穿起來 可以溫度到 它相差到十度左右 馬上降溫十度耶 馬上降溫十度 然後那件穿了還更熱 天氣越來越熱 我沒有怕紫外線 你的衣服要穿得住 這個涼感也很重要 可以讓它降溫這樣子 對不對 是 光波衣啊 我是鐵粉 妳是鐵粉 當然 我 鐵粉 怎樣… 來囉 你知道嗎 這是什麼 可是妳這個鐵粉沒有的 漂亮嗎 還變得漂亮 你看 沒要來啊 講得我好開心喔 真的沒要來啊 怕多嗎 怎麼樣 你有嗎 我看 我沒有 這是最新的 還有一個重點喔 我是從口袋拿出來的 對 它非常的輕薄 你為了我只有一個法寶嗎 還有嗎 當然啊 現在這個好爽好爽 我也有啊 沒有對不對 我這個當然不一樣啊 對 怎樣不一樣 還有 自動的啦 自身不去了 越來越進步耶 是的 就這樣 這個傘也是有那個 專利設計的 也不用說很多的這個自動傘 在收的時候 都是要去頂著牆壁 或者是頂著地板 一次把它收起來 那它這個是可以分段收的 所以很多媽媽 他們在用的時候 就不用說一次要很大的力氣 對 去把它收起來 慢慢的收 收到它 啪一聲就好了 我以前喜歡戴太陽眼鏡 我現在沒有辦法戴太陽眼鏡 因為我嚴重老花眼 然後我的視力其實比較弱 比較差 那如果我在戴太陽眼鏡 常常滑倒 我看不清楚 不戴太陽眼鏡 各位你知道嗎 太陽光紫外線 會造成你白內障 天啊 是因為有些媽媽 她抱怨說那個傘 因為它要擋紫外線 有的傘顏色太深 也會造成它視覺上 你知道很混亂 這個傘來 又輕巧 有沒有 你這樣子戴著 完全不會遮住你的視線 你不喜歡戴太陽眼鏡 沒關係啦 不戴了啦 包括那個 它可以擋住 那整個紫外線 對你的眼睛的傷害 對 你知道嗎 六十七十 或我們現在五十的人 多少人現在有白內障 對 身為鐵粉 如果要你只選三樣 你要戴哪三樣 我就選了這三組 叫做超強的三秒組 花朵帽 騎腳踏車的時候 我可以這裡可以撩一點 我就不怕風吹起 為什麼我要選擇這個花朵帽呢 因為我怕說在頭太大 一直打 我頭燙燙難 然後再來 捧秀套 騎腳踏車的時候 我的手臂都顧到 都不會曬黑 自動閃 這樣 一把防曬的閃 又可以防禦 是 重點是我還開車 像我開車 遇到下雨天的時候 我們開開 輕輕的一個小縫 這一邊的那個車門 是不是就不會淋濕了 對 因為你在要進來車子的時候 也是一樣 就是你只要按一下 閃就會收起來了 所以車門就都不會淋濕 所以說你看 有這個花朵帽 有袖套 還有自動閃 有了光坡三秒主 就不用擔心啦